但您关心的是餐厅复射卡OK 也就是说让客人上门吃饭的时候呢 还可以唱歌 这样的餐厅在台中现在却被认为是违法 而且还要开罚六万元 那么理由就是说贩卖酒类太多了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全由G查查西人员 他们自由新政来认定呢 现在有二十多位的业者 他们连数要向事负成情 餐厅复射卡拉OK客人开心欢唱 肚子饿点上几盘热炒好好地喝上一杯 但这些店家如果在台湖市 将因为店里架上摆上了几瓶酒 被市府开罚六万元 理由是复射卡拉OK的饮食店不准卖酒 他的认定标准其实是在以 他是用餐作为主要的提供 还是以酒作为主要的提供 是来这样的作为他的一个区隔的 这样的规定到底合不合情理 事实上台东市规定这些店家 要有厨房设施 卡拉OK不能收费 却没规定店里不能放太多的酒 加上把店家分为饮食店饮酒店 有没有违规全靠查西人员自由新政 动辄六万元的罚单 业者当然不服气 所以一旦被认是合法的饮食店 被滥权的约顾人员 评定为所谓饮酒店的话 他们受到这个处罚会很重 至少首先就会受到一张六万块的罚单 加上这些酒瓶多半是客人寄放的 却硬说是店家违规贩卖 难怪二十多家的卡拉OK业者大声抗议 让胡志强市长给个交代 中天新闻韩志兴连家庆祝写明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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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